台北捷運最近在13班的列車上增加了椅背廣告 用一張正方形的貼紙直接就貼在椅背上 被批評破壞車廂美觀 根本是想搶錢搶瘋了 台北市長柯文哲今天就幫忙還價 他說這次電價上漲讓台北捷運成本一年增加了3億 如果不增加業務收入的話 就會有漲票價的壓力 如果最近有搭台北捷運 或許你會發現現在台北捷運的座位上 都貼上了小小的正方形廣告 而這就是台北捷運的業外收入 北捷小方設法拓展裁員 卻被認為是搶錢搶瘋了 因為廣告貼在椅背容易被擋住 還會破壞全市美學 貼在這裡好像沒有意義 這椅子顏色那麼漂亮 然後又貼那個意義在哪裡 滿圓的話上班下班時間 應該就是沒有什麼廣告效益 我一開始以為是就是不能做的標誌 全客第一眼有看沒有懂像這樣的車班 一般會貼250張以備廣告 目前有13列 廣告檔期預計掛到7月底 這也幫北捷轉進1150到1200萬 包含在每個月的固定租金裡面 但有些民眾也不建議廣告貼在這裡 反正到處都是廣告 到處都是廣告 我其實沒有很在意這個 反正背後這邊就平常也沒在幹嘛 偶爾貼一下還不錯 有一些廣告什麼我覺得都還好 反正也不會影響搭捷運這件事情 通行族看法量激化 台北市長柯文哲也趕快換家 畢竟店家含帳用店大戶被解渴 可說是受當其衝 預估電費年增3億元 物價已經夠貴 張票價 貼啊 貼啊 貼好貼滿 最好還可以便宜一點 看廣告還是接受張票價 是否得在其中尋找市民的最大公約數 記者 趙哥鋒早點採訪報導